我本身的基因一出生就已經減少了一個Gene 缺乏了修復的能力 平時我看陽光也不太能力 有沒有遇到一些歧視 或者是一些眼光特別 習慣了這些眼光 其實不會習慣 不自己願意放下的話 其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請來 歡迎收看《醫道友同路人》 今集花家姐 我請了一個前幾年認識的朋友 因為他本身是做IT 很多IT上我不知道的東西 或者疑問我都會問他 但當見到他親人的時候 我第一眼是嚇倒的 就是我身邊的Dicky Dicky 各位好 Dicky 別介意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不認識一個人 我們很多時候只是看外表 絕對 他比較帥氣 可能覺得他應該是好人吧 他擦眼睛擦眼睛覺得他壞人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第一印象 我知道你自己本身有一個疾患 令到你的樣子跟我們一般人有些不同 不如說說你這個病症 令到大家多點了解 不只是看樣子就怎樣怎樣 覺得怎樣怎樣 但其實是怎樣 人家為何會有這樣的外貌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說 你自己的疾病是甚麼的疾病 好 絕對沒問題 這個病名叫做著色性肝脾症 英文叫做Ceroderma pigmentosa 是一個基因遺傳病 我本身的基因一出生 就已經少了一個基因 一個組織 那個基因是專門幫我修復一些 被陽光破壞了之後的細胞 但我就缺乏了那個修復的能力 變成了破壞之後就不斷破壞 破壞的細胞 已經受算的細胞 就可能有機會發炎 發炎有機會令到它惡化 惡化有機會成為一個皮膚癌 程序會是這樣 我相對於白種人來說 其實白種人也很容易有皮膚癌 但我比他們嚴重1000倍 我少許…理論上的病症 我少許陽光都不能接觸 可能普通一個患上病症的人 理論上曬陽光15分鐘 就會有很多紅細 一些不好的症狀出現 一些紅腫 甚至痕痕、脫皮 甚至乎有些黑色素出現 一、兩個星期都不能退出 我屬於這個病症中 種了那類型最輕的一種 所謂完全沒有的防衛也有一點 還可以… 因為剛才來的也挺有天 也有距離 也可以曬到少許陽光 其實他們當然不見我了 但我也會有遮蓋、擦太陽油 去到一些軟房 太陽眼鏡這些一定是必備的 因為平時我看陽光 我都不太能看 看到也會流很多眼水 很不舒服 在一些很乾的情況下 我都不太能看 不太能看得上眼睛 不光是皮膚、眼睛等 其實總之是暴倒肝的細胞也有問題 尤其是眼睛 其實你們會發現 我會發現我的眼睛會有很多紅筋 紅了 對,普通人會很白 這些都是一些乾燥的表現 亦都會計成名字 角皮症 是的 會不會有時沒有那麼紅 有時沒有那麼紅 但相對普通人會很紅 OK 不如說回你出生時 是未有這個問題還是怎樣 還是一出生時 其實一出生時就燈好八井 肥仔是一個 十磅B 我都說我是 十磅 對,我是重的 對,我是重的 變成肥皮伯伯以為沒事 是的 但之後就越來越接觸陽光多的時候 就開始又來了 好像姐姐那樣 有點雀斑 初時以為都是鬼仔、鬼妹 姐姐是大理多少歲 姐姐大了兩年 兩年 姐姐也有雀斑 經常是臉上色素的沉澱 對,當作鬼妹 然後越來越發覺不行 才去看一些佳症 佳症再去看一些專科 那姐姐有事 姐姐有事 發現到病症出現 表症出來了 但當時就未去到禁愛你屈 沒理由一來就立即皮膚癌 這樣不會的 但是就去到中學的時候 她就一路一路擦了身體 是 因為通常這個病症來講 以外國的個案來講 大部份都是18歲左右就離世 是的 除非她有一個很高的保護性 我家裡有很多防曬玻璃 單鏡反光 最悠閒的情況就是皮膚癌 然後就去世 是的,皮膚癌之餘 還有很多平發症 其實那時也很心痛 我知道你姐姐真的十八歲 剛才十八歲就離開了 那她就瘦了皮膚癌之餘了多少年 她中二… 中一到已經開始經常出入醫院了 中二、中三開始惡法 到後期都要經常在醫院 變相… 因為她手、腳都爛了 是的 對,她自己無法照顧自己 走到走到 情況比你嚴重很多 她是嚴重了很多很多倍 所以變相… 是的 一個…沒甚麼人知道皮膚科 她經常都會… 皮膚科一定會讀病症 但她們沒有辦法去醫治 甚至到今時 一刻都好像沒有甚麼… 沒得意的 可以幫到 好 我又問一些內心一點點的問題 因為香港… 暫時我覺得人就是這樣 我們剛才所說的就是看樣子 一定是 那有沒有一些… 你在香港這裡生活 或者在我們這裡生活 有沒有遇到一些歧視 或者是一些眼光特別一點的情況 一定有的 尤其是小時候小朋友不知道 一定會避避的 有些好一點的和在一起的 那些就真是… 物有 真心想和我去玩 認識 大人都有的 很多時候乘車 小時候已經經常遇見 會走開 會… 避避了你 對…避了 不知道甚麼事會否傳染呢 有些多口一點的 當然是媽媽 經常刻薄你 有很多這些誤解 是否傳染呢 甚至說 這個歌曲那麼噁心 有些小朋友更加 同意有幾個 是很直接的 是 他們那時候不好受 但有人開始大了 就知道 我自己都會這樣 可能見到一些 跟自己不是太類似的 自己都會有一些不好的反應 一路一路長大的時候 明白了 是否叫做習慣了 習慣了 習慣了這些眼光 其實不會習慣 這件事不會習慣 大家聽說是不會習慣 是的 這件事是不會習慣 但是就會明白多些 如果我反過來 我是一個正常人 我反過來看自己的話 我都會害怕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出於 無知的有時候 根本無知有甚麼病 都不可以說是歧視 是他們不理解到 究竟他所謂的不同的物種 對他們來說 我覺得Dicky 我認識他 我記得是在一些 公開一點的場合 我覺得他是一個 挺正面的人 很見譚 對,很見譚 兼他… 最初我真的不要介意 一見到我也不知道正視你好 還是不正視你好 這是我第一個感覺 但如果認識了 真的可以是一個交心的朋友 對,很好 真的很好 謝謝你 謝謝你 但你自己… 譬如家人的支援 其實爸爸媽媽都算是基層人士 是少康之家 對這個病症 一來不認識 二來他們都害怕 用過很多方法都好像沒甚麼幫助 變成很多事情都令到他們不太相信 可以好一點 甚至乎保持得像正常人一樣 他們很多方法都不… 我人一邊一邊… 但我對健康的追求越來越想去追求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可能會成為一個阻力 對我自己的追求 為甚麼 他們是否可以 是否真的 因為他們遇到很多版本 試過很多方法 還有東西可以的嗎 是呀 但變成自己都… 有時候會心痛的 我已經可能讀過營養 對這方面好像有點得著 但到頭來我想我 令自己好買一些濕疑紋 讓自己去試 不是叫他們去用 但他們說 兒子你又買這些東西 你又信這些東西 你又去試這些東西 然後我說 是呀 我覺得這件事對我有幫助 我便去用去試 你想試一下那些偏方的 是否這樣說 都不算是偏方的 是一些基本營養的知識 我知道我裡面是… 即是長時間都是在打仗 是的 即是一些細胞破壞了 我還不馬上用一些功能去修復 就算沒有也好 機制都會很緊張 或者減慢那個… 是的 或者減慢 甚至乎可能令到 沒有基因的呈現 沒有那麼厲害 那變成就透過營養 透過成物 透過補充品 去幫助自己 其實是有一點點成效的 是的 一會兒我們又可以幫人質疑問 我們現在都幫人質疑問 我很欣賞你這種精神 你比起有些人說 長年累月 搞他都搞不定 根本已經放棄了 是的 還不在那裏搞那麼多 所以他真是… 我都覺得他是一個… 最重要是自救 你身邊人 始終他們做的事都是有限 最重要是你自己的心態 是的 自己不去追求一些東西的時候 真的沒有人可以幫到你 就是…都慶幸… 就是…好像銀意一點點說 就是這個病症的離世 是令到我更加去… 就是剩下我一個 那我可以做些甚麼呢 我可以怎樣做呢 有些甚麼我需要去做呢 甚至乎再推高一點我… 究竟有甚麼責任呢 我在社會上的 是的 變成我會… 起碼先踏出第一步 就是… 最初是不敢去… 接觸人 是的 那就…索性我,不知他去死吧 最灰的時候是怎樣 最灰的時候是… 我記得有一次做義工 有一個義工朋友問我 為甚麼你們不一起做兒童探訪 我記得我很深厚記到現在 因為我怕會嚇到小朋友 那他其實… 他有沒有想到這件事 他沒有… 他沒有想到這件事 他直接這樣問 你怕甚麼就去吧 但那一刻我已經逃避了 現在會不會去呀 現在我當然會去呀 沒有問題呀 Dicky經常幫一些團體 病人組織呀 或者他經常做義工 因為你講到這件事 我想起一個案子 那時呢 但我不是很記得哪一個 總之有一個人是… 他燒傷 燒傷得很嚴重的 是 後來他就… 他生還了 那好像是台灣塵爆那件事 那他就去了那個地方 就說 你看看我都可以這樣生存下來 但那時有人批評 就說 喂 他們醒來之後見到你這樣 他怎樣 他就想想我將來就是這樣 其實這件事是很爭議性的 是很爭議性的 但那人其實出於一個善良的議員 希望我都可以這樣生存下來 你都可以的 做個版本給別人看 是呀 永遠有兩極化的 是呀 變成了看看自己選擇去看哪一邊 是呀 終於自己就行了 你做的全部都是好事 善事 是呀 你的良老的意願 等於你一樣 小朋友一定會感受到你的善良 還有讓他們小時候都知道 世界上原來是有這麼奇怪的病的 這個世界不是真的這麼完美 是這麼童話的 是嗎 不過很奇怪的 如果自己願意放下的話 其實不是甚麼打得了的事情 是呀 沒錯 有很多小朋友都願意 跟這個哥哥玩 聊聊天也還可以的 是 真的害怕你的是極少數 是嗎 是呀 反而怕那些小朋友走開的話 其他小朋友會走過來 很奇怪的 為甚麼你會這樣 自己不害怕的時候 再說出來 究竟有甚麼事會這樣 他們又說 哥哥一起玩 是 這叫做挺有趣的 同心 是呀 可能我們大人散 反而有時候又會變成乳馬 反而去年輕人的時代就麻煩一點 是 他們有自己的觀念 是 但也不錯 是 但我覺得他可以繼續 自己自強不息 是 人為IT界的一個專才 在家裡工作 不需要外出 不需要對著楊光 都不行 都要外出見人 他也會經常出去見人 是呀 希望繼續跟楊光做朋友 要的 真的要跟他做朋友 如何去協調 這個病是很少的 你說是全香港 是否只剩下你一個 有 聽醫生說回來的話 其實就算多也不會多一兩個 但你也不認識他 如果那麼少 可能會認識 沒有 沒有一個渠道 一個方法 召集我一類的香港病症的病友 一起去交流 所以也沒有協會 因為太少 太少 港友都這樣 你根本 你懷懷懷三兩個 這樣對差嗎 是啊 雖然不同的病症 但大家都是同路人 因為都是要面對環質 是 絕對是 大家堅強不不地生活下去 我們稍後又紮底了一些問題 是 多得菜有甚麼 例如著色性眼皮症 乾皮症 究竟有沒有治療呢 是的 有沒有治療的可能性 好 稍後回去 請教我多得菜 又見到我們好朋友 易峰國際首席醫學顧問 多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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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罕見到這樣 如果以你所知 世界各地又如何呢 其實來說 這一類的基因問題來說 不同的種族的病發率是不同的 這是一個遺傳病 如果你問我的話 通常出現最大的問題 不是因為這個基因令到他死亡 而是因為這個基因的缺失 之後出現的那些合遺症 令到他的身體負擔不了 所以就叫做提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通常這一類的叫做色素性乾皮症來說 就是因為他自己本身的細胞 缺乏了一個叫做修復自己的DNA的功能 而這個問題就會衍生出接觸到紫外線的地方 他會受到一個破壞 由於這是一個基因的病 所以如果你用任何藥物的治療來說 基本上只是指標而已 OK 就是說令到譬如損傷了的部份 可以有機會復修 或者加快復修 令到他破壞和復修的速度 如果可以平衡得到 甚至超越的話 我們所謂叫做復原 如果平衡得到就不會再惡化 如果平衡不到就破壞多 修復少的話 他就一路路路身體差路 那有沒有可能是 即是他現在身體缺乏了一種 維修的機制 那有沒有些甚麼可以補回這個維修機制 因為這個機制不是局部某一個器官的問題 因為我們可以透過譬如換一個健康的器官 或者我們可以用一些細胞 即像捐骨髓一樣 我給你一些健康的骨髓細胞 令到你這些壞死的骨髓細胞可以自換 這個就不是用這種方法去做 因為它是比較全身性的 如果你說我一早可以透過一個基因檢查找到出來 而你在這裏面來說 用美國臨床試驗的一個基因改造治療 可能在很早期就不能幫到它 但是當它的隨著年紀增加的話 相對我們可以考慮的 就應該是一個治療 就像我剛才所說 它自己不能夠修補這個DNA 我們有沒有方法,用一些外在的方法幫它去修補 追回那個修補速度 令到修補速度和破壞速度相弱 它就不會再鑊化下去 譬如你說,可不可以吃一些申請食物 那些是比較有限的 即它的修補速度可能追不及它的破壞速度 也不夠快 譬如你說DNA被子外線破壞了 我不管你是因為子外線產生自由基 破壞了DNA 或者DNA直接受子外線破壞 你用抗氧化劑的話 是會有輕微程度上的改善 但是你說將它修復DNA 暫時就,不要說薯補速度是藥物 應該還未去到一個這麼理想的效果 所以譬如你說它的問題是出現皮膚 或者皮膚問題是出現眼睛 你可以針對這兩個地方 你可以用生長根子也好 或者細胞治療也好 將它這兩度的修復追上來 但是你用細胞的話 這個細胞是不能夠取代了 它原先身體裏面是有DNA缺陷 或者是遺傳基因缺陷的細胞 即是用另一個方法去補它 所以來說,一般有遺傳問題的人 他的壽命相對比較短 就是如果他沒有辦法做到一個保護 令到自己皮膚的DNA破壞速度加快 這個壽命是短的 因為你是後面出現的併法症問題 令到你的壽命縮短了 就不是因為這個基因令到你病縮短了 我又想回到基因檢測的問題 即是其實,好像Dicky這個個案 它會不會在媽媽的肚子裏面的時候 已經可以檢查到原來它缺乏了這個DNA 以前可能技術就未有這麼完善的配套 現在來說,政府原先在長沙華里井屋那邊 臨床基因的發言所是衛生署宿下的 接下來的下半年就會搬去啟德的兒童醫院 在那裡來說,最主要是支援 剛才你所說的可能會出現的情況 希望可以在他出生之前,在我們所謂的產前檢查 或者是小馬出生之後,發現他有什麼異常 在這方面去找了個檢查 這個部門來說,他的基因數據庫 除了去看本地之外,他都會和外國有個交流 將一些比較新的資訊大家互貶通 當然了,他拿到這些資訊 他問是否代表他有方法幫助患者,就是另一回事 但起碼來講,他可以找到一個問題在哪裏 是,越早知道就越有機會去考慮 那你就可以想多些,譬如在預防的那個板塊 譬如你說皮膚的問題,要特別留意紫外線 他可能就會建議他有些東西是不能吃的 有些外用的物質是不能用的 譬如在網絡上經常聽人說的茶精油 那些叫骨科類的,譬如檸檬、橙、佛手金 那類的精油,你絕對不可以用 或者是你一些會引致光敏的護膚品 你都不可以用 但是阿迪奇,他父母完全沒有這些問題 從來都不知道什麼乾脾症 可能在上一代,他們完全追查不到 為什麼他跟他姐姐現在是100% 生兩個兩個都是有事 其實真的不能追查 好像是測不到空 聽天由命 因為傳統的基因檢查來說 我們都會看看這個遺傳基因會不會有遺傳這個趨向 或者叫隔代遺傳這個趨向 但是較近這十幾二十年的一些基因研究 已經由傳統的,可能我們以前在中學或大學讀的遺傳學 阿爺給阿爸、阿爸、阿兒給阿兒 已經是再考慮多、寬少少的一件事 就是食物和環境的因素 會不會都會改變了你的基因的顯性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比較日本的一個題目 叫做表觀遺傳 這個表觀遺傳來說,除了環境因素 譬如紫外線、污染物、化學物質之外 食物、你的生活習慣 這些都會其實影響了你的基因 我們叫做會不會將肚子突然踏上去 或者叫做關掉 所以現在要考慮的因素 就不是以前單純只是看看 阿爸、阿爺、阿媽媽的遺傳基因 有沒有這一類的遺傳 我們可能還要考慮 會不會還有其他因素 令到他出現這件事 譬如你說,爸爸以前本身是沒有的 但是,他在生這個小朋友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他那個基因 吃了不知什麼 就是被他踏著了 即是禁著了一個鍵 令到他某一個機能不能夠 或者是本來沒有出現的一個機能出現了 即是這些無仇報的病 不知道怎麼搞,又不知是怎樣來的 又不知怎樣去醫治 但我也是那句 阿德奇很自強不適 他自己也吃食物也好 力圖去改善自己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的心態 其實也會影響了你身體內 某一些DNA 你能不能夠表達他另一種 叫做分擔這個問題的男人意志 會這樣嗎 對 但你身體內,我都說過了 你有一個後備機制 是幫你去面對身體的一些問題 只要你沒有把這個機制超負荷 你的身體是可以容許你多一段時間 但如果你自己本身的情緒都是比較負面的 很明顯地 你就會把這些叫救命的機制關掉 所以要保持心境開朗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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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巧這兩個星期 電視台也有些紀錄片說了出來 就是關於 好像是一個日本的醫療節目來的 就是果歸一個叫做長壽基因 端得梅 也有看 還有另外一個劇集 亦是講關於情緒如何影響端得梅 這個基因 所以他們發現了很多東西 譬如負面的話 他計算出來的 或者身體壓力越大的話 端粒梅短得快 他的壽命相對比較短 那三個字是甚麼梅 端粒梅 端粒梅 Telomere 好深 即是越快樂 越開心 你就越多端粒梅 我們的身體原來是端粒梅 所以其實有些機制來說 其實是預了你去面對身體的一些挑戰 只要你善用 不要將它刪除 其實你是可以 不要說克服這個病 最低限度 你的生命和生活質素來說 是可以延長的 是的 所以再給我一個Like 的旗先努力 好,謝謝大家 Joy 多謝 好,謝謝 醫道友 同路人 由逆風國際集團團合贊助播出 我愛你 我愛你 感谢观看